12月12日凌晨 汪小飞突然晒出一张自拍照 但照片曝光后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汪小飞身穿黑色睡衣 她把头靠在手上 只露出了上半身 不知道是不是刚睡醒 汪小飞脸上浅得非常疲惫 眼睛都睁不开 胡子拉遮 看上去非常憔悴 从汪小飞所处的环境来看 应该是在酒店里面 估计是出差了 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留言 质问汪小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一个女人 把自己弄成这样值得吗 在这段时间娱乐圈最热闹的 幕后于汪小飞和大S的家世 夫妻感情十多年 约有一儿一女 原本是非常幸福的一家四口 如今却对不公堂 让无数网友看笑话 着实有些并言唏嘘 前几天汪小飞在直播间那一次传 提到她和大S的过往 汪小飞一度哽咽 最后让大家自己去看 她就不读了 很多人猜测 汪小飞心里应该还有大S 一直都忘不掉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